到小窝上面 准确地滴入睫膜囊 三 轻轻地闭上眼睛 手指按压鼻根一到两分钟 防止药水从鼻泪管流入鼻腔 四 药水流出时 一定要用干净的纸擦拭 你说你用眼过度 就不能只说你用眼过度呀 你要说加不完的斑 回不完的消息 熬不完的夜 取不下的隐形眼镜 每天我们都会看文件写报告 眼睛经常干涩发痒 一碰到强光风吹就会流眼泪 叶黄素低眼液真的是大家的刚需 选它是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纯植物提取 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也不会刺激 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尤其是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12块8毛钱一盒 每次低完眼睛都非常的舒服 简单卫生 不占空间 随时都可以用 非常适合经常玩手机 眼睛干涩模糊的人 学龄七用眼多的孩子用也非常的合适 左下方的小黄车赶紧拍起来吧 每次把一两滴滴在下眼瞼 每天三到五次 趁现在有活动 点击视频左下方 我们就这一双眼睛 可不能有闪失 农村户口的孩子家长 一定要知道的信息差 如果你家孩子是农村的户籍 并且满足三年高中的当地就读 那么你家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申请地方专项计划 这个是国家为农村地区考生提供的政策性扶持 是可以帮助你家孩子上一个好大学的途径 申请的方式就是登陆高考网报名系统 按照提示选择是否申请专项计划 然后去填写地方专项计划的申请表 再由孩子本人以及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签字即可 相关的资料就会上交 如果没有申请地方专项计划 那么就被视为放弃 希望更多农村户口的孩子能够享受到这一政策 陕西定边一个农民工大哥在工地干完活去面馆吃面 但他觉得自己身上脏 就站在店门口对店员说 你好我要一碗面 煮好麻烦给我端出来 我就蹲在外面吃 没想到店员接下来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把这位农民工大哥感动得哽咽了 原来这位农民工大哥在附近的工地上干活 这天因为搬水泥弄得全身都是灰 他下班后鸡肠碌碌 看到一家面馆就想去吃碗面 可当他看到店里干净的地面和桌椅 这位农民工就不好意思进去了 怕自己身上沾的水泥和灰尘会把店里弄脏 于是在店门口喊店员 店员先是一愣 然后说进来吃吧 里面有座位 农民工大哥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服和鞋子 一脸腼腆地说 我身上太脏了就不进去了 店员知道他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于是就招呼他说 没事的你进来吧 脏了我擦一下就行 有啥关系 农民工大哥还是犹豫着 店员就拉着他坐到了座位上 然后跟他说 您稍等面很快就好 农民工大哥感受到了满满的尊重 心里很感动 很快店员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过来了 店里还赠送每一位客人一个鸡蛋 但店员看到农民工大哥手有点脏 觉得他不好包鸡蛋 又主动把鸡蛋包好放到碗里 然后对农民工大哥说 你慢慢吃 有什么需要和我说 这个小小的举动可把农民工大哥感动得哽咽了 这一幕也被店里的一名男顾客记录了下来 他说看到店员给农民工大哥包鸡蛋被温暖到了 虽然是件特别小的事情 但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而我想说的是 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 无论我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别人 愿我们都能成为一盏明灯 照亮他人前行的路 以后养老要靠着三个人 咱们每个人都有年纪大的一天 如何养哥哥不顾流言蜚语 坚持照顾瘫痪妹妹十几年 妹妹因为一场事故导致脊柱受损 瘫痪在床 丈夫在照顾妻子两年后 选择离家出走 看着每天一肋洗面的妹妹 善良的哥哥 毅然承担起照顾妹妹的重任 然而这一照顾就是十几年 哥哥每天都会细心照顾妹妹 给妹妹喂饭擦身 端屎端尿 时常帮妹妹活动筋骨 虽然也有很多不理解的人 都说男女有别 他照顾妹妹的行为并不妥当 但哥哥从不理会别人的流言蜚语 坚持照顾好妹妹 哥哥表示 长兄为父 我照顾妹妹天经地义 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哥哥还是一如既往的 悉心照顾着妹妹 妹妹在哥哥的照顾下 整个人显得容光焕发 衣着也是十分整洁 完全不像是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 哥哥说 希望能早日看到妹妹重新站起来 因为自动挡汽车的一个功能不会用 引发了一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关系到每一位车主 千万要注意了 因为是周末 一位网友开着自动挡的汽车 带着家人去山庄游玩 在返回的路上 要经过一段长达15公里的下坡路段 他竟然不知道 自动挡汽车 还有一个手动模式 也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直接利用发动机来降低车速 全程都是靠点煞 如果你认为这样是正确的 那你真的要好好看完这个视频了 自动挡汽车的升降挡 是根据车速自行调整的 那你来想一下 15公里的长度 下坡不加油 车子也会越跑越快 你一直靠点煞来降低车速 不出5公里 这个刹车片就会因为高频次的摩擦而烧红 那刹车能不失灵吗 最后撞到旁边的湖栏上 车速才慢慢的降下来 幸好没有掉入沟里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自动挡汽车的手动模式 正确操控方法有哪些呢 在汽车中有加减号的变速箱 就说明带有手动模式 行驶当中 从自动挡切换到手动模式 是不需要踩刹车的 你直接切换就可以 在遇到长下坡的陡坡时 只需要将挡位从D挡切换到M挡 然后根据道路的坡度和车子实时的速度 进行加挡或减挡 长坡陡坡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将变速杆推入减号的位置 限制变速箱自动的升降 那行驶中 如果想让车速再慢一点的话 就把变速杆往减号的方向再推一下 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好发动机 来进行自动降低车速了 并且根据车速再配合脚刹 二次控制车速 此时驾驶才是心力有底 脚下有轻重 在银行存定期要牢记这三个不要 好多人都不懂 看完就长知识了 手头有多余的钱 很多家人都会选择把钱存在银行里 觉得本金安全 还有利息拿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去银行存钱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去银行存钱的三个要点 一 不要办理自动转存 我们去银行存钱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存活期 灵活性高 但利息低 还有一种是存定期 利息比活息高很多 所以很多家人选择存定期 当工作人员问我们是否需要办理自动转存时 最好不要办理 因为自动转存的利率是按当日的利率算的 所以我们办理了自动转存 恰巧这个时候的利率比较低 到期后收到的利率也会相对低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在到期后对比一下不同银行的利率 再做出选择 即使利率相同 有些银行存定期还会送一些礼品 这样比自动转存更划算一些 二不要一次性全部存成一笔定期 很多人在存定期时 习惯把所有的钱一次性存成一笔定期 而且存的时间也比较长 虽然这样方便 但缺乏灵活性 如果中途急需使用 就会百百损失不少钱 其实我们可以采取阶梯式的存法 比如需要存三年的定期十五万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笔钱来存 分别存四万五万和六万 第一笔四万存一年的定期 第二笔五万存两年的定期 第三笔六万存三年的定期 到期后我们再全部存成三年的定期 这样每年都会有一笔三年期的定期到期 既享受了高额利息 即使中途急需使用 利息损失也会最小化 三不要只存在一张银行卡上 很多人嫌麻烦 把钱都存在一个银行卡上 但其实这样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如果我们把钱分散 存放在一些不常用的账户中 可以办理存折 或者多办几张银行卡 尽量不要把大额银行卡 与手机支付绑定 这样会相对更安全一些 特别是家里的孩子 经常把手机的也要特别注意 夏天是补羊中的黄金时期 这样东西 助你精力十足 不管您今年是三十四十 五十还是六十岁 这个方法都管用 不要再去相信 外面吃什么鹿绒生蚝 这些都是偏流量的 如果你肚子变大 头发油 嘴巴有口气 脾气暴躁 身体乏力 头晕 心中烦躁 有这些情况的朋友 是肾越来越虚了 随便运动两下就流虚汗 吃完饭就上厕所 你胆子可真大 难道有这些 你就放人不管吗 一喝酒就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口干有口气吃它 肚子大吃它 指甲有竖纹吃它 眼睛干涩 模糊吃它 嘴巴流口水 还是吃它 你就算什么补品都不吃 分享一个食用的方法 取黄旗 党参 麦冬 西洋参 把这些放在一起 用开水冲泡五分钟 每天一杯 坚持一周 你再看看 先麻烦的朋友 左下角的小黄车里 有给咱们配好的成品 里面都是精选的四味原材料 每次一包 开水冲泡五分钟 喝起来的口感 清润甘甜 赶紧去试试 河北石家庄 两名大学生 打网约车回学校 刚开出去一公里 却被网约车司机赶下车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宁 王浩然 是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工程系 大二的学生 3月24号 王宁 王浩然 乘坐网约车 一同返校上车 大约行驶了一公里后 司机突然将车 缓缓停在路边 略显吃力的说道 你们下车 再打一辆吧 怎么了 没有得到解释 只是被要求下车 王宁事后回忆起 当时的场景 表示有点懵 他觉得司机挺莫名其妙的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拉开车门下车了 就在他们准备 重新打车的时候 发现这个怪司机 始终没有取消订单 王浩然转身 敲了敲司机的副驾驶车窗 发现司机的右手一直在抖 王浩然透过车窗喊话 问师傅怎么了 司机支支吾吾的 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眼看他的右手 还在不停的颤抖 头侧歪着 额头也在冒汗 两人立即意识到 情况的严重性 当即决定 要将冯先生 送至就近的诊所 一路上 王宁与司机坐在后排 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帮司机联系了家人 王宁快速检药 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很快 王浩然把车 开到了附近的诊所 诊所医生 发现情况严重 建议立即送往 正定县人民医院 不久 120急救人员赶到 王浩然跟随着救护车 将司机转运 至正定县人民医院 而王宁则留在原地 救护车抵达 正定县人民医院 直到司机的家属赶到 他才放心离开 经过医院诊断 司机冯先生 是急性脑出血 好在送医急时 冯先生并没有答案 事后 冯先生也和自己的妻子 来到学校 向王宁和王浩然致谢 感谢危难之时的 暖心相助 妻子激动的 对两个孩子说 好孩子 你们不光救了他 还救了我们全家呀 很多网友都被 王宁王浩然的 勇敢善良感动了 也对冯先生感到敬佩 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 他在清醒的最后一刻 还记挂着乘客的安全 第一时间 让乘客下了车 大家赶紧自查一下 你有没有这几种坏习惯 如果有 赶紧赶过来 真的很危险 那么第一个清洁精快用完了 往里面加点水 还能用好久 就可以省钱 大错特错 那我来告诉你 首先 自来水仓里面的水 并不是无菌的 你把水加到清洁剂里面 它有可能会影响 洗洁精的防腐效果 洗洁精就有可能变成 细菌和病毒的培养基地 直到它会让你的碗 越洗越脏 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它是香的 就算变质了 你也根本发现不了 如果发现洗发水 或者洗洁精没有了 兑水用一次 还是可以的 咱们千万不要多用 第二点呢 夏天空调不治冷 就要请人去花大几百去修 这个是错误的 你只需要把这两个地方清洗一下 就能解决问题 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咱们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去解决 家里面空调出风量小 治冷效果差 这些其实并不是空调坏的 而是你空调里面的灰尘太多了 积压了大量的灰尘污渍 导致空调转不动 风进不去 治冷效果也特别差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不要着急打电话找人上门来清洗空调 因为你上门找人清洗的话 单次的费用是二百左右 其实清洗空调 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完成 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找到一种空调清洗剂就行了 记住是空调清洗剂 接下来我说的非常重要 第一步先拔掉电源 第二步打开机盖 然后轻轻的取下过滤网 第三步把空调清洗剂 均匀的喷在风笼和蒸发器上 静置15分钟 趁这个时候把过滤网刷洗一遍 然后冲洗干净 第四步装上过滤网 插上电源 打开制冷 那边刷洗一遍 就好了 环子